大家好,我是阿祖哥 其实我由免费班转到收费聊天室 这是今个星期的事 再搞一个讲座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今天会讲一下一些简单的分析技巧 也想大家看看会不会有兴趣再加入我们的收费聊天室 我就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 以及以后的课堂或讲座都可以免费听 如果是半年或者一年的用户 如果有兴趣的就可以搜索QR Code 半年和一年都有些东西送给大家 会有个周哥字编的交易手术 以及交易心理学的文章 我有个按钮到时会给你按的 就叫做周哥秘笔 另外头八名加入一年计划 我会送一本著作给你的 不是我写的 是Mark Minividi 写的 他会教大家做一个好的投资 怎样做一个成功的交易手术 怎样用一些基本分析 加上技术因素 去做一个成功的交易手术 是的 到时会送给大家的 如果大家加入一年计划的话 是的 那就快些报名了 应该都快结束了 我们两个组都要优惠 如果这两天没有报道 那就贵一些了 以及我们的群组也有些人了 是的 以及今天的Q&A 我会先回答收费群组的问题 因为也有很多 另外我会再在 在这个check room 选择一两条问题 再回答大家 是的 给你们时间 刷一下Q&A 八点半就正式开始了 等多些人进来 可以听得到 或者说一下今天的市场 简单单 今天的市场都是 腾子OK的 但是就有个高开低收 主要都是升回一些大的科技股 比如腾讯 阿里巴巴 3690 美团这些 但是其实很多都是高开低收 一般的 那现在 纳指期货还跌至200多 还有 十年的债息也是 很厉害的 昨天就算 鲍威尔说完 也一般般的 看回 十年的债息 每天都是阳烛的 后来会教你看这些阴阳烛的 怎么去看 阳烛的阴烛 那些阳烛的阴烛 但一直都升到1.74 都很高 也很快达到1.9 2.0 这些水平 对科技股 会有些影响 资金会流出科技股,可能转回一些保售的资产 收息,一些稳定的资产,会少留在科技股上 好了,这样也差不多了 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租哥快闪直播 做一个美股本钱部署,之前其实也做过两次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赏免去收看 今天会讲些什么呢?其实会做一些简单的教学 教大家如何用这个技术分析去测股 或者做一个部署,去找一些股票,指数,或者其他资产去测一个方向 再会有些过股的分享,告诉大家 之前1,2月有些股票会如何做部署 最后赢到钱的,是了 最后会有个选股方程式,会展示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选股方程式,只是会在收费股那里放出来的 是了,这样就会篩取一些强势股 去给大家做一个选择的 而且我也会告诉大家一些弱势股是哪些股 大家就可能会避一避 甚至如果有技术的,可以做一个做淡的策略 也可以的,是了 那 有个KR Code,大家如果想去我收费联合牵室 可以刷一刷 那好了,开始了 好,那先展示一张图 技术分析图表 这一张是一张恒指的技术分析图 那大概你会看到有三样东西在图表上 格格这些,那 这张是一张日线图 那会有阴阳烛,那就是这些一枝枝这些 有红色有黑色的 那还有会有移动平均线 那这些线,紫色,绿色,红色,啡色这些线 那还有下面会有很多条线的 那这些是成交量 那怎样利用他们的分析呢 那我会分几堂去跟大家讲 那今天呢,只会讲阴阳烛的 那什么是阴阳烛呢 其实呢,讲一些阴阳烛的历史 其实他就是日本人发明的 即是据传是日本人发明的 那时候有个 买白米的商人 那就是本贱先生 那他就用这些阴阳烛呢 去测一些白米的走势的 是的,那就记录一些白米在那一天的升跌 然后去做一个预测的 那流传到东南亚的股票市场发展 之后再流传到西方的 历史就是这样的 那其实也很久了 就是在江户时代,即是17世纪那时候发明的 所以到现在都差不多三四百年的历史 那什么是阴阳烛呢 其实是分两类的 一种就叫阳烛 一种就叫阴烛 阳烛听的名字就知道是有些正面的东西 就是正面的东西 阴烛就是跌的 是的 一枝竹代表几样东西 有个叫竹身 还有这些头和脚的 extend了的头和脚 最顶就是那一天 或者那一段时间 因为可以分不同时间 不同时间的 我当是一天这样计算 最顶就是那一天的价格最高位 那么最低就是最低位 如果是阳烛呢 下面就是代表开市位 上面就是收市位 那么阴烛就是反转的 开市位高 接着收市位在下面 那么最后是跌了 这个开市在下面 收市在上面 就是这枝竹代表升的了 是的 那么就代表什么呢 阳烛就是低开高收 那就是强 阴烛就是高开低收 就是弱势 是的 其实阴阳烛也有很多分类 你会看到不同的花款 或者再看看刚刚之前那些 有大枝 有小枝 有很多不同的形状 那么其实它是怎么去做分类呢 和不同分类会有什么意思呢 其实也有得解的 那么最简单说起 大阳烛 那么你看到没有那个 只有竹身而已 没有脚 没有头没有脚 那就代表由头升到尾 一开盘 就由头升到尾 去到最高位收市 那就叫大阳烛 是大阳烛和大阴烛 是要多加留意的 是最强势的表现 大阴烛就是由开市跌到收市 没有这些竹的脚 是的 那么如果有脚的 还有竹身不是太大的 那么我们就叫它小阳烛和小阴烛 这样 那么他们的威力 就没有大阳烛和大阴烛那么强 那么强势意思就没有那么强 是的 那就要观察回 如果出现了小阳烛和小阴烛 你就要观察那个股市 比如股票或者指数 会不会继续回到它的强弱势 因为有机会是转向的了 那么还有些 那还有些 衍生出来的形态 有一个 长下阴线的阳烛阴烛 和上阴线的阳烛阴烛 那会有些分别的 是的 阳烛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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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烛� 再来一个大升 如果这枝竹出现在低位 就代表一个反转的形态 如果阴竹的下影线长 也是一个弱势反弹 因为它开市是这个高位 然后来到最低 再扯回到中间位 当然没有这枝竹阳竹那么好 就是一个弱势反弹 势头就没有那么厉害 这个就和这个是相反的 是的 由最低位开出 但是去到 一路去一路去一路去到最高 但是最后收视差不多到收视 它就下来了 这个是一个小小弱势的表现 是的 如果阴竹就更加差 它在中间开 接着去到最高 再到最低收视 如果它出现在一个顶部 那是一个很差的讯号 是的 所以 其实阴竹会好一些 阴竹就代表真的有一个淡势的出现 下一个 这些是一些代变的讯号 有十字星 陀螺 这两个 这两个是一个代变的讯号 没有什么方向可以告诉大家 是的 那 这 根据刚刚的分析 就是中间开 然后中间有一些上落 然后最后回到原位 这样 这个就类似 不过有少少的差距 就可以做了一支阳竹米 阴竹 T字呢 就是由最高位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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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到最后 跟着最后呢 有一股力量 再买回到最高位 如果这一支呢 出现在跌市的底部呢 就代表一个反转的V型反弹 可能有机会 是的 那么这个墓碑 听名字都知道是差的了 由低位开 去到最高 跟着呢 收市没有了 差不多跌了 平收 那就叫做墓碑 也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如果出现在高位呢 看到这些呢 都是要减持的了 那吊颈就跟T字类似 射击支声和倒转随头 就是跟墓碑类似 这四个 阴阳烛呢 都会有转向的意思 是的 那说完分类 其实它们会有些组合 真的不是这么简单 的 譬如两个 或者三四个的组合 都会有的 那这个 这两个叫做十字胎 出完一支大阳烛 跟着呢 就出一个代变 这样 那为什么出代变呢 因为它的势头 其实开始减弱了 如果出了一个大阳烛稽 之后有代变 因为正常呢 出了一个大阳烛 然后呢 应该要继续去上升才是一个强势 的表现 如果它在中间 在一个处身那里出了一个十字呢 其实是一个 不是太好的信号 這個十字胎就剛剛調轉了 如果上一天的走勢是一路由高位扔到最下 出一支大陰燭,然後中間位置出一個十字升 就是有一個代變,那個沽勢,買跌的力量是小了 那就有機會出一個轉勢向上的信號 那麼身懷六甲就跟十字胎就差不多了 名字就是一個代變的意思 就是快出來了,那個方向 有機會上升或者下跌 跟剛剛的理論差不多 出了一個大陰燭,然後出一個 無論出陽燭或者陰燭,都是有一點反彈的意味 如果這個出完陽燭再出這個小陰燭 那就都是代表一個差不多見頂的信號 是的 那麼這四個呢,都要留意了 因為其實都很重要 比剛剛這幾個呢,形勢是轉變得大些 就是可靠性是高一點的 第一個就是一個大陰燭加上一個大陽燭 比較長的燭身,未必是叫大陽燭的 那就叫一個長的陰燭和一個大的陽燭 那就叫做柱光初炎 其實聽過名字就知道它是一件好事 就是沽完之後呢 第二天就出現一個強勢的買入信號 那麼有機會會繼續向上升的 那麼這個就跟剛剛那個柱光初炎相反了 它叫烏雲蓋頂 那麼第一天天氣清,就看到它們大升 第二天呢,就有一枝很大的陰燭在這個大陽燭的上面 這個可以分析一下的 哦,大陽燭嘛 那麼這裡向上升,升到收市 第二天呢,高開的其實 但是再向上升一點點就開始回吐了 就回到中間位 那麼就是一個反到V的走勢來的 那就是一個好差的 那麼到時候我後幾課呢 我會教大家怎麼配合成交去看的 是的 那麼另外這個呢,就是出現一個小陽燭 跟著有一個大陽燭包了整個竹身的 那麼就叫做破腳穿頭 破完腳,再上去穿頭 因為之前是一個代變的走勢 就是向下 第二天其實是大低開的 但是有一股力量去買回去 去到最高收市 那麼一個V型走勢 那麼穿頭破的就跟剛剛調轉了 那就是一個到V的走勢來的 看看有沒有問題可以在那個checkroom那裡去問的 好 跟著這個就有一個三支竹的組合來的 那麼比剛剛這個曙光初現呢 中間是多顆星 那麼我們有個名字呢 就叫它早晨之星的這一顆 那麼有時候呢 就 其實未出第三支 就不可以叫它做早晨之星 是要三支一起出呢 才可以叫 才確認是 這個組合是早晨之星來的 那麼這個又是一個V型的走勢 這裡開始 落到底 然後第二天 一個代變 買賣的競爭都很大 就是這樣爭辭不下 也不知聲令電 但是第二天呢 分到勝負了 強勢那邊贏了 接著又一個爆聲 是的 這樣就叫一個早晨之星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一個黃昏之星 就是跟剛剛造成之星就倒轉了 那麼一個 走完之後呢 就一個到V的走勢 是的 一支大人足 一個星 接著呢 就是一個大陰竹 這樣的樣子 這個威力呢 其實是更強過曙光初映 和烏雲蓋頂的 因為它中間那一天是 好友和淡友呢 都打了一輪交 其實 最後分到勝負 才會出到這 最後這支第三天的走勢 大陰竹 放在大陰竹 那麼另外呢 有這兩個 叫三法武士 和三非烏鴉 三法武士 就是由三支的大陽足組成的 那麼 中間呢 其實是 不會插了下來的 升完 第二天 平開或者高開 再繼續升 第二天 第三天 平開或者高開 再繼續升 這個就是三法武士了 三非烏鴉 就倒轉了 三天 都不停地跌 那麼有時候呢 其實都看到很多 同學問呢 它升了三天了 是不是還繼續升呢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很大機會都繼續升的 因為很多時候 就是出現這個三法武士 那個強勢呢 是真的很厲害 不斷買貨 買完貨 第二天 還買不夠 還要再升 第二天買不夠 還要再升 不是這麼簡單的 這個賣勢 很難出現的 其實三法武士和三非烏鴉 我會有些例子告訴大家 是出現完之後 是出現什麼 事況 還有很多人學圖表 其實都不知道 如何為之強勢 或者上落肆 還是弱勢 我教大家怎麼看 看看這張圖 是Google GOOGL 一眼看下去 其實 楊竹是多過 陰竹的 楊竹 這個 陰竹 它就會用 綠色來代表 紅色呢 就代表陰竹 這樣 一眼看下去 都 挺好的 很強勢的 強勢的股票 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楊竹多些 還有它的回落走勢呢 通常是以 兩三支陰竹就會結束 然後就會繼續走這個楊竹 不斷去 是很快的 就是我們看到 因為這個是一個 星期圖 周線圖 來的 excuse me 的 今天是從2015年到現在 今天 是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從14年的六月 到15年的六月 Google也没有怎么动的 接着有一支大洋竹上升 之后就开启了它的强烈声势 很多人都问 譬如五百多元Google可不买 其实都可以的 看到一支大洋竹 其实都没有死错人 之后又升 有些人说Google那时候五百元很贵 还追不追到呢 其实没有说不能追的 其实现在都二千元 升了三倍以上 没有说五百多元股票不能买的 其实可以继续追的 那么 除了强势股票 还有什么类型的呢 那就下一个了 上落市 由2014年 去到现在 其实也不是抄远的 这支股票 由五个六 去到六个六 中间 虽然很多波波 但是最后都是回到原本位 这支是什么股票呢 这支是939 一支银行 大家可以见到 阳竹和阴竹的比例 差不多 上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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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云柄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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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出的 好了,接著到弱勢股了,基本上你看到紅的陰燭多於 我都沒怎麼看到綠色的陽燭,陰陰跌跌,陰陰跌跌的 有時候我被人問股票,就問,譬如這隻股票,它由55元跌到27元了 有沒有買的跌了一半,上上下下,我猜它打了底了 接著可能在2017年,這次真的會上升了,見到,跟我說 我們先看一會,是不是真的這麼好,接著沒有了 不斷破了之前這個底,接著就隨隨下跌,其實這隻是什麼股? 這隻是511,511就是TVB電視廣播 我想我說出來也沒什麼人會買的了,因為它的前景也是差的了 也很少人看電視了,現在 我想大家都少看,也不會光顧它那個BigBig Channel 說是BigBig Shop,我不記得了 所以這陣子也不會再買的,如果 譬如8個多,那你說會不會再升回到27呢? 我猜這幾年都未必有機會,除非它真是曾志偉救了它 是的 那大家比較一下,兩張圖一張Google 其實大家會買哪一隻股票呢? 會不會說,哦,Google500元很貴喔,都是不好啦,買一些便宜的啦 喂,50元而已喔,跌到27還不買? 買27元的股票好過買500元的股票 這個就是很多時候的謬誤來的 你看到一個價格,27元港幣喔 人家Google500元的股票很貴喔 其實 貴還是便宜呢,就看公司的發展的 即是你覺得Google的前景好些啊 還是TVB的前景好些啊 那一定是Google啦 買它的前景就不斷上了 其實到現在,我想Google都還可以升的 但是你問我TVB還有沒有上呢 未必啦,我不敢100%肯定的 我想99%都是向下走啦 我不會在這裡買啦 就是這樣 那看到,用陰陽燭去看到 股票的走勢,強弱之分 是的,有三個的 強勢,上落市和弱勢 好,先喝口水 好,先給大家一個實例 那一會兒其實我想給一些Live的圖來看 因為新鮮滾熱啦 那這個給你們一張行指先看 其實有些走勢可以看一看的了 圈著那些 大家會不會看到什麼走勢呢 剛剛才說完 第一個 烏雲蓋頂 一支大洋燭 加上面 一支大陰燭 出完之後發生什麼事 跌了一個月 這裡 跌了一個月 第二次 出一支 倒轉隨頭 加一支大陰燭 這個是什麼 又是Dowid啦 就是 穿頭 破腳 第二支 包著第一支的燭 然後又怎樣 又是跌了一個月 接著好一點了 出現了這個 大陰燭 加一個小陽燭 這個弱小一點的 剛剛也說過 是一個身懷六甲來的 利好的身懷六甲 跌完之後呢 我的淡勢沒那麼厲害了 翌日呢 也有些整固 向上的 有一個星際的出現 接著這個呢 就是一個小一點的 破腳穿頭 一個 第二支是一支大的陽燭 包著第一支的小陽燭 或者一個陀螺 你可以說 接著再出現一支大陽燭 那麼這個組合呢 已經確認了一個強勢的了 就是出現了兩樣的組合 加起來就是一個強勢 又是升了一個月 這裡很厲害的 由二萬六千 一支大陽燭 升到上去三萬 其實有四千點 這裡 十幾個會 指數來說很多了 那麼去到頂頂了 那麼去到三萬一 那麼有一個 大陽燭加大陰燭的走勢 那麼你可以說是烏雲蓋頂 或者 穿頭破腳的 或者其實我可以笼統一點 說一個 名字 叫做雙日轉向 雙日轉向 是都一定要重視的 就是一個大陽燭 升一下好地地 其實我升過 我想這裡也挺大的 這裡應該有五六百點 一支 由低位 我譬如 三萬零五百 升到上三萬一 破了 第二天 平開 倒插下來 還要比上一天的開市位 這是一個很惡劣的信號 之後還要出很多的大陰燭 其實這個也是穿頭破腳 這個也是穿頭破腳 這個也是穿頭破腳 出現了幾次 那麼 一定是跌的了 沒得商量的 其實呢 你見到這麼多的信號 哪一個 陽燭是最準的呢 你會見到 大陽燭和大陰燭的組合是最準的 這裡大陰燭 大陰燭 這裏就是小陽燭 叫做大陽燭 一見到大陽燭 基本上之後的走勢 不會衰到哪裏 幾個都是 當然你要看回翌日 會不會又突然間出現了大陰燭呢 那麼其實 在高位才會有這樣的組合 如果你在低位出現這樣的組合 那就不計算在內的 就是相對高位 你對比前面 我根本這裡都沒有竹 那你就 當這個是高位的了 高位出現這個組合 是一定要多加留意的 那麼 第二個 個案子 這個是美股來的 Zoom ZM 這個 三支的大陽燭 中間我也算是 因為竹身也超過一半 三支的大陽燭 那叫做什麼 那叫做三百武士 那 一路去強勢 那由幾千升起 360 去到 580 升到差不多一半 五成 差不多一半 對 然後呢 出現了這個 去到頂位 這個也挺漂亮的 那個教材 升到頂位 就見到一個組合 這個就是 大陽燭 加一個 倒轉錘頭 或者一個代變的信號 接著第二天 第三天 出現了一個大陰燭 一個很強的黃昏之聲 來的 是一個極淡的信號 來的 三個什麼組合 出現了之後 沒有停過了 由 580元 回到原本的位置 350元 中間呢 還要出現了一個三非烏鴉 三大支陰燭 不能離開了 基本上呢 你出現了第一支大陰燭 都要穿鞋 要離開了 就是不能說 怎樣留戀 是很惡劣的 那 阿sir 你有沒有說大陰燭 是一定衰的 那 如果這一支出現了 那是不是要離開了 還是怎樣 其實如果下了這麼多 再出大陰燭 都要看定一點 就是不要說 完全沒有防範 因為真的可能會繼續跌都不下期 就是不要有這麼多貨 因為都 不排除你跌了這麼多 由500多跌到400 其實會有些反彈的 加上你 到時候呢 我會再加上怎樣看成家 配合成家去利用陰陽燭去看的 是的 那中間也有一個反彈的 就是跌幅的一半 是的 那將來會有些黃金比率 那些會加上大家 那麼這裡又有高位 那麼有一點點的 倒轉隨頭 阿sir 你說 倒轉隨頭是一件好事的 但是 其實也會有分的 在高位出現倒轉隨頭 都是一個 不夠力度的表現來的 就是我譬如在高位上 推了下來 低位 再有些力量 堅持上去 都是不是一個好的表現 低位出現 譬如在 這些位置會好些 就是相對低位出現倒轉隨頭 是會好些 證明一個V彈的力量 是的 那麼這裡又是 穿頭破腳 包著一支 藥粥 是的 這樣就不斷跌了 484 這一天是公佈業績的 業績其實是OK的 但是呢 高開呢 不斷被人扔貨 好像 我們港股一樣 今天這樣 有幾隻股都是這樣 是的 好 那我show一些live的圖 給大家看 但是呢 有些股份先 看看BA BA 他有沒有些 spectacular的股 可以給大家 那些陰陽燭給大家看 這個 前幾天的 一個大陽燭 加一支大陰燭在頂 很明顯是烏雲蓋頂 來的 就是一個 少許轉勢的跡象 那麼 亞馬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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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東西看呢 這個 也可以是 一支大陽燭 再加一個代變 再一支大陰燭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頂 來的 一路這樣下 就是有時候 未必一定跌一個月的 有一個小調整 那你都可以 見到 大陰燭 即是很開心 然後第二天 代變 代變其實你都要有些 警惕的了 如果第二天 第三天 都要出一個大陰燭 呢 真的要先走 即是你跌到差不多臨收市 你其實都見到 那天 真的都出支大陰燭 那你都要先走 其實都很好 你如果三千四元走 你去到這些再賣 你也有10%去走賺 這陰燭 這陰燭 都是惡劣 所以都警惕一點 即是不要再 好像以前那樣 我天天都升的 不用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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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裏都養了很多 人相信這個市場是不能跌的 是的 好吧 那回到PowerPoint先 好 那講一些例子 其實這兩個月我都OK的 即一二月都trade到很多好股票 還有在那個group那裡都 講了我自己有賣一些股票的 那拿著Tiger來講 Tiger是什麼股 其實是一些證券股來的 那叫做老虎證券 那時候怎麼買呢 其實那時候富途 富途 即FUTU 那證券股非常之強的 那我就兩隻都有賣的 那我的 Tiger在今就有公佈在那個group那裡 那為什麼要買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小市圖 二月頭買的 那見到呢 他那個 一月尾就有一個成交縮量 慢慢的少了 而且都一路慢慢跌 不要緊 那其實我會看到一個突破 小市圖來的 見到他突破了這個阻力 我就在這裡追的大概 十六個三無七度 那在這裡追 那一路都沒有再跌下去 這個平台位了 一路這樣上 那麼隨著成交增大 那麼越來越多人追入 中間有少許調整的 但是他沒有跌穿過前頂這些 那我都會繼續持續 那麼去到這一天 就 因為市場有點 去到之後 我配合了市場和走勢呢 回落幅度很大 我就在這個位置走的 那大概是三十二個四六六左右 那麼其實這個你沒有見過 我好像好笑 其實這裡已經升了一倍了 這一次也賺了多少 那麼在這裡只賺了 這裡由三十七回到三十二 其實我都賺少了一些 但是一定要設置指賺的 很多在群組的朋友 其實是很多不設置指賺的 搞到今次是要輸出來的 比如我看到有些人是 比如 6618 京東健康 或者我可以開圖給大家看看 京東健康 其實有些人是 有些同學 告訴我這套附稅 其實一百元買 去到一百九十 都是沒有走到的 最後差不多打回圓形 先走 還是不知道有沒有走到 看回這個圖 我再放大 因為比較短一點 比較難看一點 其實出了一支大音竹 已經是沒有得流程 是要走的了 就是不斷 這個其實 三非烏鴉 不是 這個是三白武士 三支大羊竹 那就證明他繼續去的了 阿Sir又說 這個三支大羊竹 是白武士的 這個升完不是繼續去的 升太多了 其實 九十幾元 升到一百七十八 升了一倍 再出這個 其實會是一個消耗性上升的 這個我會遲些會再調 都是那一句 看到大音竹 先穿鞋 沒有死的 因為你都賺了這麼多 都要給別人賺的 有些錢不是你賺的 你都要先待著 即是怎樣去走呢 譬如走 怎樣走四分一 或者走一半 我會再有技巧教大家 但是有你沒有理 走了些 如果見到大音竹 成交都不小 如果你走了 譬如 我當你大音竹最差的位置 一百六十幾元 這樣也好過回到這裏 一三明 差很多 是的 好 回到PowerPoint 好 還有第二隻 這隻 今天也很慘 2013 跌17 我記得 業績 不是很合大家的預期 但我那時候也有炒過的這一隻 是的 2月9日可以炒的 又是做一個突破 那 我告訴我自己 做中線投資的 大概24.8左右賣的 做一個止蝕 以及給大家 目標 那麼 止蝕一定要做的 因為 這是我的軍令 來的 不可以輸超過7-10% 是的 那麼 因為 輸少少 贏多多 你最終 你拉雲 你還是會賺的 有些人 就 沒有三四成都不止蝕 有時候他們 不是說不想止蝕 因為止蝕的動作時候太痛了 輸 輸三成 哎 不走 不叫輸的 其實這些是騙自己的 說話而已 你基本上 市場 是 只有你七成的價錢 不會給你多 你止蝕了才是真正計算的位置 你用回那塊錢去買回好的股票 更快回家鄉也不出奇 是的 一路這樣上 教大家 我看回好行業走勢 還有可以跟著美股這樣炒的 營一三是一些 賣廣告 網上廣告 還有幫人做一些小生意的公司 和Shopify也有點像的 是的 有些大成交 這個位置追入了 然後 他一直這樣升 升到去 就超過29元 差不多有兩成利潤 那就開始想一想指賺位 指賺位怎麼定呢 都是用分百分之來計 或者有些支持阻力 我再教大家 是的 這個位置就是 之前怎麼賣呢 就是因為突破了力 那就賣進去 又成交支持 還有 我升到上去 覺得沒力了 然後 只賺了走勢 那就告訴大家 四天就賺兩成 其實都可以了 另一個 這個上個講座都講過 為什麼賣呢 因為突破 接著有一個 回穩 接著有一個 業績的配合 這一天呢 是出營起的 接著就爆升了 是的 那 都有在Google那裡講的 講了指示 和我目標 都 其實超過了我目標 我這裡講的 是56元 目標 其實最後幾千走 有七十幾元走的 是的 那麼 我叫大家 因為呢 不要那麼容易去指賺 有些人呢 給了目標 他就真的走去56元 就走人了 其實不用那麼害怕的 你定住在這裡走 你 這裡 摸摸 遮了這裡 你會很 很擔心的 就是你56元走 最後原來升了七十幾元的 升到差不多四成 六日升四成 慢慢推高的指賺 不要讓盈利那麼快回回 那麼這裡才慢慢走 那麼 最後指賺就全部 那麼就賺四成了 不是 那時候來講不是太難的 現在就要一些技術 因為都市不是太遷 那麼其實 沒有 這個上落市 你保守一點其實是OK的 你之後再 放多一些資金去做投資 現在先保守一點點 就是可能用你兩三成的資金就好了 你不要做孖展 八九成的資金 那麼扔進去股市那裡 真是很容易輸 就是不是說大家技術有問題 是高手都會輸的 因為你看上去 譬如整個市 一千個股票 其實有八百隻 都是不太行 你就算是摘釋制 那麼 就算技術好 你都可以 你就要篩到一些股票出來 我十隻股票 七隻都是回的 你買那三成中 都很難 就算你買中那三成 升幅都不夠你那七成輸 所以你整體來說 其實是用註碼 控制風險 是最好的 是的 好 那麼 剛剛說回來 其實那個收費群 就會有個 秘符送給大家 其實是什麼來的 是一些 每天大家都應該要 看一看的 軍令 可以說是 就是不要害怕錯過了 一些高的股票 要有個計劃 不要太喜歡這個短炒 因為很多人要賺快錢 剛剛才輸完幾千元 今天的市場很差 我今天要賺回這幾千元 不是不行的了 不要有這個心態 你越急越容易輸 是的 那麼不要盲目跟從專家 不是說不要盲目跟從我 但是 你看到我買的股票 你自己也要做一下功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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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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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遇到這個情況,你可以做什麼,如何應對 之後我會有進階的訓練,還有贏家的法則 再展示多一次,有什麼送的呢? 會便宜一點,去到明天 會有什麼送的呢?剛剛講完周哥的秘笈 頭八個三家一年計劃的會有本書給大家 價值都可以的,其實有三本的,這個是第一集 之後如果你有興趣,就自己賣了二、三集 或者我有沒有機會再送給大家,就送回報名 其實有些人已經加入了,也感謝他們支持我 我也希望有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加入我 大家多個戰友,我都會分享我之前十幾年炒股的經驗 我也想大家一起跟我成長 希望幫到大家 接下來我會有一個Q&A 那我回答一下之前的問題 等我一會兒 好,有人問,是否那些陰陽燭可以看到升跌訊號的? 其實剛剛也說過一下,就是陰陽燭不只是看升的 其實會有些做淡的訊號 即是怎樣? 我說升跌訊號很多了 接著見到什麼陰陽燭的組合 那就要穿定鞋,準備走人,只賺,只蝕 那樣的了,是的 那另外 他又問回9988 明天是否回的機會比較大呢? 這樣 那我把9988的圖給大家看看 9988就是阿里巴巴來的 阿里巴巴其實今天算相當好的了 就是今天 用回我教的東西 今天出了一支 算是叫大陽燭的了 有成交配合 那為什麼今天升呢? 其實昨天有些小小消息的 阿里巴巴就和騰訊在淘寶那裡 有一點支付那些方面的合作 就去對應中國政府對他的反壟斷法的監管 那叫做阿里巴巴會做一些事情 希望 國家亡開一面 讓他繼續去發展 看看能不能上到 那這也是一個正面的消息 但是之後能不能上到呢? 要看今晚美股才知道 因為美股也一般 但是資金上面 也算是這樣的 很多資金去流入 阿里巴巴 除了9988 他美股那邊 BA也做得不錯 也有很多流入 叫做有一個箱底 這裡可以畫一條線 如果他今晚不要又穿回這裡 之後其實也可以可望 有一個W底 就是這裡 一直這樣去 就是這個W底 有時候那些線不介意畫多一點 就是讓自己有一個清晰一點的 idea 是怎樣走的 之後這些W走勢 雙頂 頭肩頂 這些我會再教大家 因為這些都是利用一些很多陰陽足 去做出來的一些走勢 會比剛剛那些只有三支陽足造成的那些訊號更加有效的 因為如果你牽涉到幾個月的陰陽足 威力會大很多 因為他牽涉的資金會多很多 如果你只有三支陰陽足 只是這幾天的成交去牽涉進去 其實不太足夠的 再進階一點 其實是要看整個月的走勢 才可以分析到的 加上成交 明天 希望可以 但是 基本因素可以的 但是 他技術因素那邊 他就不就得到 如果就得到 就可以慢慢回升 對 他跟700那些都可以 如果3690就差一點 對 還有有人問 PDD的 拼多多 拼多多 今天 昨天出了業績 我剛剛 做了一些功課 讓大家看看 其實出了財報的 昨天 那樣看 那些BAR 其實不錯 他收回那些活躍買家數 有7億多 單季都增長很多 那些數字都可以的 都是上升的 就是有五成 或者兩成 都要同比增長 同比增長 就是對上年的同季 也有九成多的營收 營收就是他的收入 就是收回來的錢 這樣可以的 但是 為什麼 跌這麼多呢 其實是有些原因的 第一 你看到這個活躍買家 7億多 你看到好像很好 但是 我想 你也知道 中國其實有多少人 大概 13、14億左右 差不多到頂了 之後 如果他這個數 有些回落 那就 抵不到他的那麼高估值 可能 哦 這樣慢慢平 他的股價抵不到他的那麼高估值 還有另外一個 第二個消息就是 他那個 前CEO 老闆 王增 昨天連董事都不做了 都退下來了 那麼 市場就怕 將來 拼多多的 營運手法 會不會有改變 或者跟不上他的想法 這樣 所以 因為走CEO 走董事長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來的 就像之前 亞馬遜 或者Microsoft 迪士尼 一走了 是好是壞 還未知的 市場 最忌這些 不知道很壞的 消息 是的 所以 我保守一點 PDD 因為他增長到一個幅度 跟阿里巴巴已經都差不多了 他的增長點是不是還是那麼多呢 加上技術走勢也不是很好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底 不可以再穿了 這個是個 M形頂來的 這個叫頸線 一下穿這裏 我怕跌到這裏 即是去到這裏 會有個量度跌幅 去到這個底 也不奇怪 這樣就小心一點 不過他就經常憧憬那些 回香港上市 那些新聞 其實未必能幫到很多 你看到百度 都上了 那這個股價是怎樣呢 今天好一點的 但是 都是由三百多元跌到二百多元跌 跌一百元 即是三成多 那你是不是為了這三成多 走去抽新股呢 不贊同 那另外一隻 Bilibili 又去就上了 又是這樣 一模一樣的走勢 所有中資股都差不多 這一陣子 都是要避一避 所以 PDD 我暫時去看 好 再回答 想知道 為什麼會入 3320 3320 是我在收費 那裏 我自己有賣 有些同學生 都跟我一起賺錢走人 不錯 也要贊大家 3320 3320 是 華潤醫藥 我記得中文是 那 我在這裏買的 那我為什麼會買呢 其實是看到一些突破的 為什麼要選這隻 首先 剛剛我跟大家說了 我有一個 有一個獨家選股方程式 其實我在那裏找的 我本來一開始 我不知道3320是什麼股票來的 我是通過一個方程式去找回來的 那就是 這個來的 如果大家入了收費群 我會定期 大概每日 我會有一個 表給大家的 那 一張圖給大家的 那我會展示一些 強勢股 或者弱勢股 告訴大家 我哪些股份 對比於這個恆生指數 或者S&P500指數 它是最強的 3320其實都上了榜一段時間 是的 有幾隻 你看到最近都很強的 今天 國航 俄裏 還有一些澳門股 上了榜很多天 你會看到它們不斷升 我在這個表裡 再利用我的技術分析 去告訴大家 我會選哪些股 那就會方便 我萬無目的在這裡找 或者看貼士 不用看貼士 我在這個表裡 它會告訴我 它怎麼做 其實它會自己跳 可以設定 即是在開市交易時段 它會自己跳 這是一個Excel 但是可以設定自己跳 它自己排在序 或者 除了最強 你也可以避免一些弱勢股 你看到很多弱的 有哪些弱的 告訴大家 龍夫山泉 2013 今天 微盟跌17% 弱得不得了 幾隻 都是一些科技股 都是弱的 比亞迪 都是弱的 不建議大家買 我不會建議 我自己不會買 是的 美股我都會做這個表給大家 最近是哪些弱的 那麼 有些 美國航空 有些加連華 郵輪 或者飛機公司 或者賭股 會有聯動的 美股和港股 會有聯動的 所以你留意 港股 對 你將來交易美股 都會有幫助 這個表怎麼用 我會在收費群裡教的 你看到什麼排名 這些 加一減二 加十幾 又不同顏色 是什麼意思的呢 那我到時 我在收費群裡會再說 還有之後我會有 不斷有些課堂去解釋這個表 是怎麼用 怎麼幫到你們去選股 這樣不用萬無目的 又要等貼士 這樣 不用的 我給你 還有中間這個表呢 我會定期更新一下 有些太差的股 也免得給大家看 那我可能會剔走 我都不出 另外會有一個ETF的表 這個是 美股的ETF 那我都會展示一個 強弱給大家 那其實這個ETF表 也很有用的 會告訴你最近 哪一些股票的強勢 比如這個就是 比特幣 這個就是 航空 這個就是 零售 零售為什麼厲害呢 因為 美股GME 這陣子很厲害 就拖了零售ETF 上去 還有一些 汽油 能源 銀行 其實你看了 這 頭五個 你就知道 其實美股怎麼玩的 你專攻這些 你就不會搞科技 去碰科技 你就輸得不得了 別人在玩這些 你就去買其他 吃力不討好 也很容易輸的 我會教大家 如何去運行股票 是的 這個就是收費 帶給大家的一些好處 是的 好像還有一條問題 等一會兒 還有 如何看突破 突破 陰陽燭那裡 未必看得到的 我遲些會教 一些 走勢 例如剛剛我所說的 頭肩底 M頭 或者一些 奇形走勢 這些我會教大家怎麼看的 陰陽燭未必看得到 那麼 下一次呢 那麼 那麼 我看到群組就沒有什麼問題 那麼 最後 展示給大家看 那個 收費群的詳情 那麼 那麼 今天 他有沒有特別 可以再說一說 先 看看 今天的市 蠟紙 就跌二百幾點 那麼 夜期呢 就跌百幾 那麼 都是 保守一點點 不要說 做那麼多 什麼策略 那麼 看看今天的市 如果回穩 那麼 都可以留下 少許股票 留意一下少許股票 那麼 都是 銀行 銀行有些什麼呢 美股 那麼 就 高盛 啊 倒上去先 City Group 嗯 Banking MS 摩根士丹尼 就是大摩 GS 高盛 這些都是 今天可以留意一下的 那麼 我到時候 收費股 我都會定期會講一下 譬如盤前 需要留意什麼 哪些股票出了業績啊 或者 一些調高調低評級 剛剛我看到 PDD其實都被人 調低了評級的 所以 他的目標價都下跌了 那麼 對他都 不是太好 是的 那麼 今天的 講座就差不多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 再問我 或者可以去 參加我這個 收費聊天室 那麼 再問我問題 那麼 就這樣 是的 謝謝大家 看看 廟頭那邊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謝謝你 今天講座就來到這裡 謝謝大家 好 記得可以爭取時間 明天就截止 早了優惠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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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